从小因为受电影影响比较大吧 看《少林寺》 还是特别喜欢武术 然后就选择武术 然后转为三打 一直练得很练 希望能站在三打的最高练剿台上 所以一直在坚持 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 红方选手 来自山东的李昭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束crit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群与点栏目 终群与点栏目 准备 Legal 好 让你多多长期 我爱你多长期 身上训练中 这个对方多了 这个高阳队训练多了 身上就肯定会有一些伤病 父母看到了比赛场上下来 然后受伤 不同意我去再接着往上 最后在我的多次沟通下 就是往前支持我 在这里我想感谢我的父母 是你们的支持 让我有动力地 一直往三大这条路走 男子70公斤级继军争夺战 现在开始 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 那么本次选拔赛的裁判员 均由运动员临场抽签确定 有请本场场上裁判 抱小弟 国家级 继续开始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男子70公斤级的继军争夺战 红方选手来自湖北的李昭阳 南方选手来自安徽的吴康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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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亚运会国家无数散打项目的选拔赛 预选赛阶段共有四次选拔 我们这是第一次选拔赛的决赛 其实前面也经过了两天的比赛了 我们采取的是单败淘汰制 排名在前四名的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 各个级别 排名前四的选手进入到决赛 这两位选手 翟老师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现在这个红方运动员也是参加过 也是拿过全国冠军 这个在场上 我觉得打法还是比较硬朗的 运动员上了 打过世锦赛 拿过第三 这个运动员反正这近几年 我觉得还是进步非常大的上 南方运动员也是今年全球会出来的 一个运动员在上面 这个也是在一些摔法上 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技术 还是比较有特长的上 就刚刚讲到摔法上比较有特点 马上南方选手在摔法上拿到了一分 这到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 的确听到这个拳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级别越大 运动员的这种踢打的这种技术 因为他的力量也大了 踢打的技术也非常大 这个红方的拳腿技术还是非常 打到全面的 因为它也有了很多全面的一个物质 就刚刚新丹讲摔法耗体力 所以运动员在全腿的这个方面 还是比较下功夫的 对 就消除了大家一个无解 就是大家说看三打就看摔法的 摔一下得分高 所以说我就不出拳了不踢腿了 我就摔就好了 摔完我就再跑一下就好了 对实际上一个运动员 我觉得技术 我觉得应该是相对均衡一下 就是踢打摔的技术都要综合 但是要突出法很好 但是一定要有全面性 第二局 开始 好 这是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是三局两胜制 每局结束之后 会根据编达办员的结果 来判定每局的胜负 好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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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好 再说 好 再说 好 再说 哎呦 像摔法的话一般都是找机会在摔 就是很少说主动去做摔的比较少 就是有机会了 然后我胜着这个机会就摔了 是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巧摔吧 这个三打里面讲究快摔 是显示中国武术的一种巧的 就是四两破千斤的这种东西在上面 相对说体现比较好一些在上面 没有打扯的 好 三打扯 好 二 握手 好 三打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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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情况下 就出现多长时间内 厂才会喊停 然后你们再次发起进攻 就参报两秒钟没有有效的进攻 然后厂上参报就会喊停 如果总是有一方主动去搂报的话 就消极搂报了 所以裁判就要发号 先提示一次 两次就判罚一次劝团 所以我们就失忆反对 对方得一分 看我看我看 看我看 哇 哎 叫 老子和五小 这两位选手就像刚刚翟老师分析的 就特点比较清晰 红方拳腿又是大一些 然后蓝方有他的摔法的一个特点 你看他又想去摔 又想去摔 这拖一下 下来啦 我觉得这个红方被吞下台 其实红方有点松懈了 他稍微有点放松了 原来平常有时他不在意 有时放松了 就放弃了 提前放弃了 真挺可惜的我觉得 比赛结果 来 方向 祝贺吴甘乐 感谢李昭阳